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邻居酸溜溜地说 公公开朗地大笑 我这小儿子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 婆婆让小叔子一家三口赶紧到炕上取暖 又招呼我给他们倒热水吃水果 我水果还没摆出来 公公要喊我赶紧过去炒菜 我的心莫名酸涩 小叔子在李老家三百公里的省城 一年回家一次 我和丈夫就在李老家三十公里的县里 相差十倍的距离 可公婆对待的态度何止相差百倍 从小年那天开始 我和丈夫就要听公婆的号令准备过年 大扫除 做馒头 炸丸子 打猪锅 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 三十早上 公公把年夜饭的菜谱交给我 不用看我就知道 所有的菜几乎都是小叔子一家三口爱吃的 一切为了小叔子 为了小叔子的一切 饭桌上婆婆不停地给侄子夹菜 让她多吃点 公公则不停地让丈夫给小叔子倒酒 我一时精神有些恍惚 仿佛小叔子夫妻是来基层调研的领导 年夜饭吃完 婆婆又发出指令 让小叔子夫妻在炕上坐着 收拾饭桌刷碗的事 自然都被我和丈夫包烂 手离不好意思 非要下地帮我 婆婆急了 你这细皮嫩肉的 可不能干这些粗活 你嫂子干得可麻利了 甭管她 是啊 嫂子我可能干了 嫂子我天生干活的命 年夜饭后 最大的重头戏隆重开落 不出所料 小叔子带回来的那六个大纸箱子里 全部都是旧衣物 轴莉先拿出一个包 满脸不舍地说 这个包她没用过几次 九成星 当初买的时候三千块钱呢 轴莉笑着递给我 嫂子 我觉得这包特别配你 我还没发表意见 婆婆接过话茬 我的天 这么说 这个包值两千块 打儿媳妇 你真是赚到了 我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且不说这包到底值不值钱 单说那肩带已经爆皮 哪门子的九成星 况且那样式 根本不是我的菜 我委婉谢绝了 轴莉僵住了 她没想到 我竟然会拒绝她 以往 她不管给我什么旧物 挨着面子 我都会微笑着接纳 可她不知道 她给我的所有衣服 都被我捐进了村里 特设的衣物捐赠箱 婆婆先是一副 嫌我不识抬举的表情 接着笑意盈盈地对轴莉说 这个包真好看 妈留着 轴莉又拿出一件裙子 说是她结婚前买的 名牌 一直不舍得穿 如今想穿 身材却发福了 嫂子 这款式一点也不过时 你试试吧 那是一款豆绿色的 旗袍短裙连衣裙 岔子已经开到了大腿根 她确定不是在和我开玩笑 拿一些乱七八糟的 旧物回来充年货 是不是觉得我们应该 感激涕零 一年回来一次 用高高在上的眼神 携拟着我们 享受着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 凭什么 我微笑着告诉轴莉 我和她审美不同 她的所有衣服都不适合我 说完 我就掀起帘子走了出去 我和婆家房子紧挨着 回到家后 我还能清楚听到 婆家传来的幸福的欢笑声 两个小时后 丈夫回了家 怀里抱着两个大纸箱 说都是她帮我挑选的 我烦躁地呛她 女弟媳妇啥意思呀 觉得我们是贫困山区呢 但凡能穿的好衣服 她舍得送给我们 我又不是垃圾箱 不要 丈夫把纸箱放在角落里 忍不住埋怨我 你这人真是不是好歹 人家好拉是大城市来的 那衣服多时髦啊 你就剪着穿嘛 见我不理她 她又嗡声嗡气地说 早早睡吧 明天得早起做饭了 小侄子产你做的糖醋排骨 和糖醋鱼了 妈让你给弟媳妇做山药丸子 我狠狠地闭了闭眼 没有我 全家是不是都要饿死 临睡前 丈夫又嘟囔了一句 妈说了 明天八点前不让我们过去 让他们一家三口好好休息 饭在咱家做好端过去就成 见我脸色不好 丈夫过来抱了抱我 老婆 我知道你辛苦 这不过年吗 也就几天的光景 挨一挨就过去了 天蒙蒙亮时 我便开启了一天的劳作 准备一大家子的饭 待八点时 再一样一样端到婆婆家 小叔子一家三口 理所应当享受着我的伺候 饭桌上 侄子嫌我的糖醋排骨咸了 弟媳妇说我做的山药丸子 没有蒸烂糊 婆婆嚼着馒头 对我发好失礼 今天公公的侄子会来拜年 让我准备两桌饭菜 准备的用点心 别想去年死的 排骨做好在锅里 竟然忘了上桌 不知道的 还以为咱们小妻呢 婆婆冷着脸说 婆婆还好意思提去年 去年临近中午了 公公那些侄子们才来拜年 本来他们说拜个年就走 可公婆非要留他们吃饭 最后婆婆眼眶都红了 嫌侄子们瞧不起她 什么都没准备呀 我开始手忙脚乱 办两桌酒席 除了丈夫偶尔帮我打个下手 再无一人帮忙 小叔子一家三口 尽管坐在炕上陪聊 公婆更是一副享受 儿媳妇自吼的高姿态 什么事都不管 我累得眼冒惊心 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忙混头的我 竟然把做好的排骨 忘在锅里 堂弟开玩笑地说 嫂子 你是怕我们吃你家排骨啊 堂弟只是一句玩笑话而已 可婆婆却听进了心里 事后 不停地拿这事怼我 嫌我做事不用心 想到这里 我心里万分委屈 凭什么所有事 只让我一人承担 我扫了一遍 众人脸上 事不关己的表情 心里一阵冷笑 我失去倒垃圾时 突然闪到腰的 我AO一声 便不敢动她 觉得我的腰 似乎已经断了 丈夫急三火四地跑过来 担心地问我怎么了 婆婆很快走了过来 她听说我腰扭了后 脸色迅速拉下来 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啊 这中午饭谁做呀 丈夫忍不住斥责婆婆 妈 神力她又不是故意要拥腰的 再说这么多人呢 谁不能做饭 说完 丈夫小心翼翼地 扶我回了自己家 躺在床上 我心里竟然一阵莫名的轻松 丈夫也顾不上做饭的事 在家里跑前跑后 帮我冷敷 婆婆家乱成一锅粥 公公啥活也不会做 婆婆一个人又忙不过来 于是就让轴莉帮忙 躺在床上 我都能听到 婆婆的高嗓门 一会儿喊轴莉剥葱 一会儿喊轴莉切菜 午饭是丈夫端过来的 丈夫倒是体贴 每个菜都给我夹了一些 怎么只有八个菜 不是要做十六个吗 丈夫撇撇嘴 八个已经不错了 你没看弟媳妇那脸 拉得比长白山还长 我再一次冷笑 这才做八个菜就嫌累烦了 晚饭后 婆婆过来看我 问我感觉怎么样了 我告诉她还是疼得厉害 等二十四小时后热敷看看 身材不行就去医院 婆婆白了一眼说 有那么夸张吗 明天贴一副膏药准没事 也总不能这样躺着 明天起来活动活动 你小侄子还盼着 再做糖醋排骨给她吃呢 婆婆的话 像锥子一样 指出我的心窝 她不心疼我腰疼 只盼着我爬起来 再伺候这一大家子 她的心肠可真硬 第二天早上 我腰还是顿痛 上午八点 丈夫火冒三丈地回家 吐槽说现在婆家的早饭 还没上桌呢 你说 我弟两口子脸皮 怎么那么厚呢 一年回趟家 真把自己当贵客了 饭也不做 晚也不洗 凡事就指着我们伺候 我第一次听丈夫 吐槽小叔子一家 忍不住冷横 你现在知道 我多么辛苦了吧 初二中午 是公公的外省们 过来拜年 按照以往的习俗 依然要准备宴席 这次周莉坚决不干了 说她昨天累得半宿没睡 到现在浑身酸疼 让婆婆一人做饭 她哪里会同意 我以为婆婆肯定会埋怨 周莉自私自利 娇气任性 没想到 婆婆竟然没有一丝怨言 还愧疚地说 周莉一年才会一趟家 还要让她跟着受苦受累 饭是婆婆让自家表侄女 帮忙做的 我听见有亲戚问 大过年的 神力的腰怎么扭了 婆婆不耐烦地说 可不是 扭的可真不是时候 什么活都不用干了呗 真扭假扭 还说不定呢 如果不是腰疼 我真想冲进婆家质问她 凭什么活必须我干 我是你家的丫鬟吗 按照风俗 大年初三 姑爷要去丈母娘家 所以初二晚上 婆婆便开始张罗 给小叔子一家回城了礼物 来时的六个箱子 是必须装满的 将我为过年准备的年货 几乎一网打尽 还把亲戚们来拜年 拿的礼品也一并拿走 晚上一家人要吃团圆饭 公婆让我必须参加 饭桌上 当着我和丈夫的面 小叔子拿出两千块钱给公婆 说是养老钱 公婆喜笑颜开 连说小儿子孝顺 我淡笑不语 我和丈夫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且不说风雨无足 洗衣做饭照顾他们 但是给他们买东西买药 花在他们身上的钱 何值两千 可公婆从来不觉得 我们多孝顺 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这时候 小叔子突然红了眼睛 用双手捂住脸抽气起来 公婆急了 连问是不是有心事 小叔子嘴唇捏诺着 嘴中摆了摆手 表示说不出口 小叔子那隐忍着悲伤 简直抠了公婆的心呢 婆婆也红了眼眶 问周厉 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周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我们准备买个学区房 可首付没凑够 婆婆一听 赶紧把刚收到的两千块钱 拿出来递给周厉 然后又转头对丈夫说 我和你爸的钱 都在你那里理财 赶紧全拿出来给你弟 公婆的钱 全拿出来给小叔子买房 他们吃什么喝什么 万一有个头头脑热怎么办 丈夫无奈 就把公婆攒的四万块钱 全部赚给小叔子 前瞬间到账 婆婆说了一口气 正在这时 小叔子突然说 哥 爸妈不会就四万块钱积去吧 这些年 只有每年回家给他们的 都不止一万呢 小叔子的话 让我和丈夫又气又怒 什么意思 怀疑我们私吞了老人的钱吗 公婆则是若有所思地看着丈夫 老大 前段时间 我给你的三千块钱 你算在里面了 丈夫已经气得胀红了脸 我私吞老人的钱 我是那种人吗 见丈夫悲愤异常 公公赶紧打圆场 哎呀 谁也没有怀疑你 就是问问嘛 婆婆赶紧附和 就是 妈没别的意思 你别多想 你弟弟买房子 你们也赞助个十万八万的 一家人这个时候不帮忙 什么时候帮忙 不带丈夫开口 我先表了胎 这钱我们还真的不能借 年前我们看好一个小饭馆 准备把它盘下来 定金都交了 只能元宵节后交为款呢 婆婆一听不乐意了 你们手里少数也有四十万吧 盘个破饭馆要那么多钱 不想借就说不想借 我心里冷笑着 我们手里确实有四十万 盘饭馆确实不需要那么多钱 可后续装修呢 故宫人呢 想要让它运转起来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还得出去借钱呢 我不哪里肯信 行了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 他烦躁地摆了摆手 我气得转身离去 那一晚 丈夫长须短叹 商量我多少借点给小叔子 否则他心里难受 我无语宁业 如今的状况 他难道没有看仔细吗 小叔子现在住的房子 一百二十平 宽敞明亮 可他从来没有邀请公婆去住 这说明什么 说明轴力打心底里嫌弃公婆 他回家带一大堆旧衣物给我们 把我们当乞丐一样施舍 有的衣服甚至都不是轴力刷下来的 也不知道在哪逃的 小叔子明着给了公婆两千块钱养老费 可实际上带走的合着两千 那满满一车厢的年货和礼品啊 他心里没数吗 如今公婆所有的钱都被他拿走 万一有个啥事谁管 还不是我们 况且我们创业也需要钱投资和运转啊 如果小叔子真顾及亲情 那就应该理解我们 第二天一早 等我起床时 小叔子一家三口已经出发了 带着满满的收获 还有对我们的怨恨 听丈夫说 活泼很不舍 还抹起了眼泪 守在身边的 哪怕再孝顺再尽心 也落不下好 倒是小叔子这样一年回一趟家的 深深驻扎在公婆心里 新的一年 我将把之前和公婆的相处模式一并推翻 真情互相的 我孝顺你们是我心甘情愿 如果得到的是冷言逢语 恩将仇报 我又何必舔着脸送给你们打呢 该给的孝顺我一样不少 但若想让我如以往那样 世事冲锋在前 对不起 不可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